霹雷十八丁一名六十一岁渔夫张和兴 在前天凌晨如常和助手一起出海捕鱼 但没料到就这样一去不回头 张和兴准备收网返航时 不小心被网声缠住 绳子更勒住了他的脖子 助手发现他发生意外后 第一时间关闭收网机 并割断绳子救人 可惜为时已晚 他们不从后一个人生存的 实际上发生在4个期间 才能关上海捕鱼 但是这些人续物上 完全而绝得不及 我说是在凌晨 他们还说得好 也对对 要是我们说得很悲惧 我们也帮助他们 这些人 六十五岁受网门 張和信突然身亡 對再也等不到丈夫和父親 回來的以雙和三名子女而言 簡直是痛徹心扉 王美聯今天向十八町區 州議員蔡依林和媒體指出 如今家裡失去了經濟支柱 而她本身在家裡 幫其他漁民處理蝦菇和蝦殼的收入 也背水車薪 無論如何 她會一點一點的賺錢 撐起家計 直到大女兒大學畢業為止 而蔡依林也會和家屬討論 是否發動籌款活動 為孩子們籌集教育費 家屬將在死者出海的船上 進行招魂儀式 並準備在星期五 舉并合伙化 之後將骨灰安放在太平山莊 NTP7 霹靂採訪報導 一旦